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五天的超鬼王蒸发攻略 今天一下子难度就上去了 玉藻前不仅有雨瓶杖会降低伤害 而且还自带了一个超级肉的红弹 也真是因此 今天不管是丑书追词还是离吞吞 这两个以丑女为核心的输出队伍在今天都很难使用了 雨瓶杖限定玉藻前受到的单段伤害不会超过六万 红弹更是要打几十次才会爆炸 因此,今天推荐使用晋天玉藻前还有双琴师 寿命亮灯这个阵容来进行攻略通关 两个一速的招财琴师尽可能的极限高速 开局标记自己的晋天玉藻前一直放大招 而鬼火问题就交给灰叶机还有灯姐来解决 其中招财灰叶机这个位置可以换成招财追悦神 看大家自己喜好 而灯姐则是带上屠佛当一个增上的工具人 阴阳师选择神乐 锁定疾风标记晋天玉藻前 如果老是阵王的话 那么阴阳师这个位置也可以选择用琴鸣 琴鸣带上星和盾 有盾的时候开盾挡伤害 没有盾的时候开胸增加伤害就行了 而我们最核心的输出是神 晋天玉藻前就带上全家最好的真女鬼灵割击 爆伤尽可能高 但是注意 一定要是真女鬼灵割击 真女不能少 鬼灵割击也不能少 最后再强调一下妖灵的问题 晋天玉藻前一定要有一击10 变成攻防加5以上才行 如果顶着攻防-20的buff去打 那真的就只有全程寿命亮灯不普攻才能过了吧 我这轮登记也是亮灯亮得很不错了 所以提前了几十秒通关 实战中比我少亮三次灯的话 应该也可以通关 这里再说点题外话 关于追悦神和灰烟机的选择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灰烟机的 虽然追悦神可以增加我方的速度和攻击力 但追悦神它的增加行动条的回火方式 和邀请的拉人其实有一点点不兼容 相对来说还是和灰烟机的配合会更好一些 当然其实追悦神和灰烟机并不是重点 这套之用的核心是灯姐要为你转身亮灯 好 那么按照惯例 在看完了实战之后 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弑神的御魂 今天其实还准备了第二套御魂给大家使用 不过因为太看脸的原因 鸽子自己没有把它打通 这个还是放到后面来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秦静天这个阵容的御魂吧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套阵容所使用的御魂吧 首先是输出静天玉藻前 请给它穿上全家最好的真女鬼灵歌姬 记住 是全家最好的真女鬼灵歌姬 接着就是作为打火工具 但是却比其他的弑神都更加重要的清醒灯 清灯不亮灯 那感觉啊 不说了 灯姐戴上屠佛四件套就可以了 你看我的屠佛甚至没有强化呀 真的是工具人失锤了 招财汇业机和招财追悦神二选一 其实选谁不重要 关键是要汇招财 接下来是用来拉近天玉藻前的邀请师 邀请师穿上高速招财 这个高速越快越好 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属性要求啊 大家不用追求太极限的什么276277的邀请师 只是尽量的给它堆高招财速度就可以了 同样 邀请师的技能和等级也没有要求 虽然说有六星满级满技能邀请师最好 但是其实五星四星 然后二技能没有加也是完全可以用的 所以说了这么多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灯姐 灯姐被动满级 会亮灯就完事儿 那么再来介绍一下 如果没有近天玉藻前应该怎么办 答案还是用黎吞吞 既然今天有雨屏障 那么单体的单段输出肯定是不能用了 只能够用多段输出来打 但是又有一个40次伤害才能打爆的红蛋蛋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拆弹的士神 那就是猫掌柜啊 给猫掌柜同样是带上真女鬼灵歌姬 我这套就是刚才近天玉藻前穿那套啊 把扒下来了 然后九吞的御魂稍微变了一下 变成了速度攻击暴击 速度攻击暴伤 因为今天有雨屏障的原因 即使带了速度也可以达满6万伤害 所以就选择给九吞带上速度 增加九吞的出手次数了 这套这种的核心在于 丑女第二次行动时必须能够放出草人连线 也就是说在九吞的两轮普攻 咱猫掌柜的一轮大招里面必须杀掉这个红蛋 基本上开局九吞就要有狂气 一个以上才行 所以不管是九吞开局没有狂气 还是九吞拿了狂气都没有办法一回合杀掉红蛋 请直接退出重新来 即使丑女第二次行动时 插出了连线也不代表就可以稳定通关 否则这里就给大家展示的是 鸽子成功通关的视频了 后面两个九吞满狂气的速度 以及猫掌柜推调效果 能否让草人无缝衔接都非常重要 我打出来最好的成绩是700多万 反正已经自闭了 今天最推荐的视线还是静天欲早贤 如果实在没有静天又想要击杀的话 那就拿九吞来试一试吧 看看能不能够成为那个欧皇 我打算是否可以试一试吧 我打算是否会提供的 阢速决定的速度 当然不 stärk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